由多个民主派团体成立,一地两检关注组 抄桥为法占领行动举行双讨日的讨论模式 昨晚在香港大学举行双讨日 投票选出,内地一地两检,方案为替代方案 即最少一个内地车站设立,一地两检,口案 办理港方和内地出入境手续 最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四年前提出酝酿占中的戴耀廷 有份参加今次关注组商讨日 还指手画脚 莫非他忘记了自己过去,搞什么衰什么 现在还发梦做民主派,理论大师 关注组今次报称是经过成员两轮投票 最终,内地一地两检,获得半数在职成员支持 关注组声称 据政府现时高铁载客估算 有八成乘客属于短途乘客 目的地是广州南站前 包括福田 深圳北站 由此推断 如果在内地短途车站设置一地两检关卡 对绝大部分乘客不会造成不变 至于西九空置口岸流程 关注组建议将其出租作商业用途 不过 关注组的新方案府曝光 就有多个原而未决的问题要解决 第一 如何争取港府采纳这个建议 第二 内地一地两检方案做价涉及多少公帑 第三 由于内地大部分车站已开通 包括福田口岸没有预留空间进行一地两检 关注组这个建议是想将福田口岸移为平地 重新规划 抑或想 边通车 边施工 凡此种种